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 Follow 新北,我是主持人 餅乾 在三重有一個從民國四十三年成立至今的眷村 大家或許都有聽過眷村文化 但是你知道住在這裡的人是怎麼生活的嗎? 餅乾今天請到了導覽員劉大哥 帶我們一起一葵眷村文化,讓我們掌聲歡迎劉大哥 我們的眷村由於在民國四十三年以後所興建的 我們的眷村跟別人不一樣的原因是是因為我們的眷村比較漂亮 造成很多人的誤解說空軍三重的村特別有錢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是因為在五十年到六十年的水患破壞了它 跟著我走,我跟各位稍微做個解說 各位就會更加了解我們空軍三重一村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們在日治時期所留下來的一個炮陣地 這個炮陣地當然有一個湧道 融道它不屬於防空洞的功能 它是要儲存彈藥、運輸彈藥的功能 我們三重一村全數只有五十九戶 我們比較特殊的是我們的防射有分為 特、甲、儀、丁 特級防射彎節比較高一點 讓人火復速多一點 所以它分的防射就大一點 我們甲級防射就是在這一排 我們服務中心呢它是個儀級防射 丁級防射就是在我們的後面那一排 最小還不到六戶 為什麼軍人對防射沒有特別的要求 是因為當時只是想說 我三年、五年我就回去 在日治時期我們這邊有一個炮陣地 為什麼我們這邊有炮陣地呢 就是因為當時日軍為了防禦盟軍的攻擊 所以才會在我們淡水河沿岸 興建了許多的炮陣地 我們肩膚的責任是要做什麼 要保護你做台北橋 台北橋極其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台北橋它是日治時期唯一的對外聯絡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胖胖的地方呢 當然就一定是純放些彈藥用的 那瘦的部分呢 我們運輸彈藥的功能 這一泳道裡面是沒有燈光的時候 日治時期它利用塑緊做空氣的調節 還有微弱光線所使用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大師小龜呢 目前有一個日本的一個畫家 來幫我們畫畫的 它裡面呢有許許多多的產品 這樣大家對於三重一村又比較了解了嗎 這裡除了有地下泳道以及眷村建築之外 還有來自日本的療癒戲插畫家 大師小龜的特展 逛累了 還有書店咖啡廳陪你度過午後時光 那這集就到這邊啦 還有哪些景點值得探訪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Follow新北我們下次見 為什麼我們下次見 跟 aquí我們下次見 這個小八道路的尖念 準備好嗎 請先看